現在用水困難 所以洗菜完了以後的廢水 上面用個網子 可以隨便拿個油漆的嘎輪桶子 然後你上面裝個網子 就可以把水倒到往裡面倒 然後這樣就可以把菜渣弄掉 那這個就可以拿來 這個是我的創意 就是牛奶的桶子 可以拿來裝水到你的漏斗裡面 然後這些廢水就可以拿去澆你的花 你的菜 那這一個怎麼做呢 就是這個牛奶的桶子不能夠回收 回收資源站不滿 所以你就拿來以後把它鋸開 鋸開了以後就變成這個樣子 那你只要把這個蓋子加上去 這個蓋子 加了這個蓋子 它就是漏斗 它就是瓢 這樣子就可以放水 這個沒有蓋子 它就是漏斗 這樣子就可以放水 放水 然後你絲